大家先进来先 今天会让你们抢 会让你们抢 咦 这么没有Live 看到了看到Live 来来来来看 先进去一下 OK 马力了 要抢什么油 你先打上来先 你要什么油先 今天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真人真事 我帮我去 各大吹水站 真的太久没有做直播了 真的太久了 OK 我们先吹一下水 我会下一个 刚刚下我吧 刚刚下我一个真人真事 可是也不可以怪任何人 OK 真的不能怪任何人 OK 来一下 看一下 或者你们 简单一点 你们今天 想要什么产品 你们都可以打上来 OK 都可以打上来 或者 或者你们想了解 最近 黑油或者鸡油 或者你们想了解牙油 都可以 我今天会比较详细的讲一下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消费者真的是 就是跟着风走 跟着潮流走 OK 跟着潮流走 或者很多 完全不了解 就听人家讲 OK 人家讲好就用 好就用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OK 来 先进去看 comment OK 好久没有看到这个背景了 真的是很久 OK 我会做一个fakegage给你 我会做一个fakegage BioTech & Coot It 我会做一个fakegage给大家 没有问题 你们要什么都可以打上来 好久没有看到这个背景了 Long Time Oxy 哥墨啊 是真的是匪夕 OK 那个 最近我真的不敢喝甜 OK 甜 或者糖的东西 不然会有内脏脂肪 CVT 有买一送一 那送不起 OK 我不是 我不是 走私的 OK 我也不是那个 啊 怎样讲 啊 就是跑碎的 OK 这全部都是full import 因为我 带里的黑油 都不会 品质太差了 OK 这个大家先明白 OK 少少震 少少震 少震 修修 长什么回事啊 好吗 OK 来 我先这样子一下 方便看到你们的comment 我先试下今天 今天的那个真能真事啊 呃 刚才我看我去送车 OK 然后我没有在 我没有在店 然后就有一个 有个客户 OK 他是驾Saga过来的 OK 驾Saga过来 然后他就找了我的 呃 我的呃 OK 然后他就问啊 今天买一送五啊 OK 买一送五很快就看不到我了 OK 很快就看不到我 人 因 梦想而为大 哎哟 我的靓仔啊 我不靓仔啊 我变肥去了 我变肥仔啊 OK 他就问我的员工 OK 有什么 黑油 030 OK 他就要030 他就要030 然后 他讲你有没有 最好的黑油 OK 你们听到030 最好 OK 然后我的员工 你们会想到什么 然后我会拿什么机油出来 OK 然后我的员工 完全不用想 OK 他直接拿这个出来 他直接拿这个出来给他 OK 他直接拿这个出来给他 直接拿AMSOY 他要030吗 对啊 没有错啊 030 然后直接拿Extreme给他 OK 直接拿Extreme给他 Anyhow 买SAMI送福利 那个人家都送不起 我送得起啊 OK Color的Product High Document OK 很多人 我刚好这个话题 真的是很刚好今天的直播 我就 就顺便讲买 我的人就拿这个出来 030 OK 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 OK 大家可以猜一下 他的反应是怎样的 OK 他的反应是怎样的 OK 来 这个030啊 这个030啊 市场价啊 或者是大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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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块 OK 然后他就拿 灌起来 110块你确定啦 OK 110块你确定嘛 而且还不到一个little quad的话啊 他是1L或者4L 还是5L也好 都是假的 OK 都是假的 因为美国肯定是quad的 OK 就是他一个quad USA是用quad的 他们不用liter的 然后是946ml 946ml 946ml OK 如果是正常的人来讲 你觉得他下一步是什么 OK 他的反应是什么 OK 就算水哥讲的199也好 这个110 不到一个little 那个199还是4L OK 而且是很出名的brand OK 你们觉得 客户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OK 你们可以打上来 今天聊什么 什么 就聊黑油 或者是 牙油 OK 你们觉得 你们打上来啊 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反应是怎样的 他的下一步 是做什么 那客户的下一步是什么 OK 哎 看一下啊 怎么看到你们comment去了 咦 够力了 又看不到你们comment 你们可以猜一下 真的可以猜一下 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真的是我想到都 好笑 然后而且 真的不能怪任何人 因为他讲他要030 然后他要最好的黑油 OK 然后我的人 也没有错 拿了最好的给他 这是我 或者我不懂你们公不公认啊 我觉得他是肯定是最好的 OK 啊 所谓的最好就是他真的是耐操的 到1万公里还是这样有力的 他不会软掉 那个黑油 那个 那个 你用了过后 当然他的价钱就是在这边 一分钱一分货 OK 一分钱一分货 你们猜一下 这个客户听了百一块 又不到一个liter 这个 的反应是什么 OK 的反应是什么 你们可以comment一下 的反应是什么 打价义 两个抽奖 没有抽奖 先聊一下天 先 谢董也有卖 你讲这个 Android Extreme 客户的第一反应 我猜啦 我猜啦 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反应 我猜他应该是讲 这间是不是黑店 OK 你们有这样的想法 人家 199块 Fully Synthetic 4L OK Semi Synthetic 149块 咦 我的这个 咦 OK 我的 我的电话真的是 差不多来笑了 刚才黑屏 OK 世界级的机友 OK 是Halping OK 世界级的机友 可是很多人的 认知跟他了解到 机友的层面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层次真的是不一样 然后 客户 我估计 他是在想 这间是不是黑店 OK 110块 不到1L 也刚刚拿出来 也刚刚讲这个价钱 当然是掉头就走 OK 当然是掉头就走 我还是要 restart下我的电话 我觉得我电话黑屏 直接黑屏 OK 我看一下 你们是不是第一 如果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我直播的话 没有看过我直播的话 你们会不会觉得 额 Color 是不是 是不是 黑店 OK 我要的产品 我的产品 打上来了 OK可以 Emsoy and ELF Millus Access 有得拉吗 我只价钱 OK 如果你讲有得来没有 OK 有没有得来 暂时 我们先讲客户给我的feedback 就是客户用了 过后feedback 因为我些客户很喜欢 试黑油 试到最好 他就不还了 OK 除非有更好 他想再尝试了 OK so far 他们都说 用了这个 真的不会软 OK 可是 有一个坏处 真的用不起 如果每一次都用的话 真的是用不起 OK 这个我 我同意 OK 因为他价钱真的是高 要便宜买 Excel来用 Booster有offer 今天都会offer给你们 你们可以打上来 我看到的话 我等下我就会做package给你们了 OK 对你没有感情 有什么好聊 要聊聊泰昧 来并城啊 并城去泰国很近嘛 OK 然后 这个 他主要是真的是耐着 OK 如果是温度车的话 你完全不会有感觉到他lag 或者是低色 OK 完全不会感觉到他 比如说很多机油跑了3000 过后 他的车会软 OK 热了后会软 这个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就算跑到1万 都不会有lazada 你应该要换黑油了 没有这种感觉 OK 这就是他的价值在这边 OK 他的价值就在这边 OK Cash Oil OK 现在还有吗 都消失在人间了 OK 消失在人间了 然后 你们今天是想 比较想了解 黑油或者是机油 OK 或者你们只是想买罢了 都可以 都可以打上来 OK 都可以打上来 包括 最近我就是 我今天一开直播 就是我看到 今天刚好今天的这个话题 还有就是 最近 最近很多人在聊这个黑油这个东西 我就顺便开一下直播 其实很多人的那个 认知 认知 就是 对这个产品的了解 是真的是有限 OK 包括 今天这个客户也一样 我也没有怪他 OK 可能他会心里硬在想 Color 是不是黑店了 OK 肯定有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 这就是在认知方面 我也希望你们 看了我的直播 可以带你们的朋友进来 或者分享给他们 其实 真的分很多种 OK 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严重的就是 最近我很久没有直播了 然后 很烦的就是在修 hybrid 那个牙箱 然后现在我看到 越来越多那个牙箱 出现的问题 是蛮严重的 不只是 那个皮脱光 或者是那个 O-link直接爆炸 OK 热过头 软过头也有 热过头也有 连耗性 牙箱的耗性是 aluminum 都会热过头 然后这个 牙箱的耗性 直接拓粉 OK 我也不懂 那个人家叫粉 我第一次看到 这样夸张 拓粉 OK 真的是拓粉 然后或者是 牙箱油底 他都有一层固定 固定都拓完了 OK 这个都是 用错 treatment的 那个后遗症 OK 可是很多人 不了解 以为 黑油就是黑油 treatment 就是treatment 或者是 牙油就是牙油 全部一样 其实不一样 OK 简单一点来讲 Amsoy 我们只讲 Fully Synthetic 因为Amsoy 没有Semi OK 只有Fully Synthetic Amsoy 单单有Fully 在我这里 都有六种 OK 所谓的六种就是 不是030一种 020一种 我讲的就是 它的这个 大品牌 OK Amsoy 是一个很大的品牌 一个品牌 它旗下的黑油产品 Extreme Power 是它其中一个 OK 其中一个 然后 下来就是Signature OK 或者系列啦 讲错啦 不是 一个是品牌 Amsoy Amsoy 是品牌 接下来就是它系列了 一个Extreme Power 一个Signature 再来有一个Dominator OK Dominator 然后还有一个XL 然后还有一个OE 还有一个European OK 这边都六个了 系列都有六个 就是说你去买LV 还是买 讲Lorex容易一点 这边难的比较多 讲Lorex一点容易一点 Lorex是一个品牌 Lorex有很多 有很多系列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你问 可惜 Extreme Power 这系列 只有030 跟040 OK 030跟040 没有020 030 它主要是给 小CC的车 或者是 NA 就是没有Turbo的车 如果你是大CC 或者是Turbo Charge 它是建议你用040 它没有出020 它也知道消费得起 这个机油的人不多 所以它就不做这样多种 然后很多人就会想 机油应该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机油就是机油 黑油就是黑油 这么Enjoy 所以单单一个Full-Extreme 要出6种 series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你们可以这样子想 我能讲的对不对 或者 很多人讲 我要030 想笑我破破 我要030 就是030 其实 030 你们要了解的是 不只是看这030 一定要去看它的Viscocity Index OK 适不适合你这辆车 不是所有的030 都 都是一样 OK 我讲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OK Extreme的030 OK Synija的030 Excel的030 OE的030 Domedia的030 European的030 全部都不用不一样的Viscocity Index OK 这个 你们可以自己这样子去反思下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因为很多人一直 很注重在那030 全部都不一样 这6个 series都不一样 OK 完全不一样 要明白这一点先 OK 再来就是 只有这个0W OK 我们先讲0W先 简单一点来讲 就是 0度可以刹车 或者是你在 2度也可以刹车 可是马来西亚是没有0度的 OK 也没有5度的 OK 你们可以试试看到的是5度 5W30 0W30 10W30 15W30 也好 OK 马来西亚没有5度 也没有10度 OK 也没有20度 20度有了 15度没有 OK 15度应该去云顶 OK 云顶可能有 其实你不需要去理会前面的 容易明白一点 你不用去理前面的 0度上车 5度上车 你不用去理它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这样冷 OK 重点是在这个 30 这个是它的 Vistocity 它的年度 有多年 OK 或者你们容易明白一点 就是讲有多厚 OK 那有有多厚 Ateca有 全部今天会给你们 你们打算了 你们要什么 我都会做一个offer给你们 没有问题 然后 不可以讲offer OK 我送 我私人送 OK 都会送 然后 这几天下单 我已经7天送给他们了 OK 因为平时我很少直播 可是有很多客户都是repeat order 他都会直接WhatsApp 然后 这几天呢 我都会送东西给他们了 OK 就跟直播一模一样 OK 这样子比较公平一点 记得 这0 是0度 5度 前面的0W 或者10度 15度 OK 其实马来西亚 你不要选超过15度就好了 OK 15一般都是senia OK 然后这个Vistocity 你 比较首先要看的就是 它的年度 是不适合你这个NA 或者什么 如果你有 想了解的话 你要点进去官网 所谓的官网就是 Amsoi OK 或者是 Adeca OK 所谓他们的自己的Website Adeca 的Website 打上去Google就有了 它有它的U的Spec Data Suite 你点进去看 它的Viscosity Index 这些是重点 OK 这你们一定要学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只会跟风 OK 只会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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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你们要什么 直接打上来 我看到一样东西 原来我的电话被遮住 我移上来一点 我的电话被遮住 OK 我刚看到原来我的电话是被遮住了 这样子OK啊 这样子 讲到这边配油了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一定要 留言啊 因为我希望你们先了解了 明白了 OK 如果能的话 尝试自己去 学习 看Data Suite Approove 这些东西 然后 适不适合用你的车 你才 决定买 OK 你不要人家下单 你就跟着下单 人家讲好 你就讲好 OK 真的不一样 OK 真的不一样 包括我最近 啊 比较 今天主要我开直播 还是在Treatment OK 可能很多人觉得 Treatment都是一样 然后最近我看到比较严重的是 越来越多品牌出来 而且很多是会有后遗症的 OK 嗯 我也可以教你们讲去测试 可是这测试方法 只能准 7-80% OK 如果你测试到是这样子 有问题了的 你就真的不要再用 OK 剩下的只能教Galactics 或者 简单一点来讲 你们还是去回官网 OK 比如说六角的官网 六角的官网 就是打六角 或者我在我这个link上面 我都有写了六角的website 或者是阿迪卡的website 你可以点进去看 OK 六角呢 他就比较人性化一点 因为他 没有去打marketing 全球也没有打 OK 虽然他已经38年 可是他是没有打marketing的 在Facebook也好啊 什么 Social Media也好 他都不会去打marketing 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作风 OK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 然后 他好处是在 他有block OK 所谓的block就是 你们用了过后的feedback OK 真正假假 或者是 没有假假都是真正的 OK 讲错了 就是他所有的feedback都会讲上去 好跟不好 应该讲好跟不好 都会讲上去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 OK 都可以去看 先去看先 不要听人家讲 OK 不要听人家 当然 你不要只是看那个blog就好 OK 你要去学会看他的feedback 适不适合用 然后为什么 他在30 在市场38年来可以 站那么稳 OK 他还是 我所谓我讲 这个我讲 我讲他是 黑油界 或者是treatment界 他是 老大 OK 我这样子讲 我不懂你们 认不认同 你们也可以喷我 没有问题 要怼我也没有问题 OK 要怼我也没有问题 怎么我会这样子讲 这个我放一遍 我们就拿 我们就拿黑油 牙油出来了 牙油 跟他treatment 这样子 我只能跟你讲 为什么我 称他为是老大 OK 你们可以去看他的website 送野客部 野客部都没有了 OK 测试 对 你测试的话只能去lap test can mix lap test 你只能测试到 有没有那个成分 OK 其实不用这样麻烦 你买一个产品 要做这样多功课的话 我知道你们也不可能 OK 包括我也不可能 OK 然后 你一定要先了解 就是 这个品牌 OK 肯定是有认证的 然后有datasheet 然后有website 至少有一个website OK website你可以去看 OK 有什么complain 都可以complain一下 不然的话 你要complain 谁都不懂 你只能像天mark 像地mark OK 都没有用 OK 都没有用 你还是 至少有一个website 你可以去看 然后我这么公认他 应该讲我 不是公认 我觉得他是老大 OK 我觉得他是老大 因为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是因为这个lxe这个logo 可能你们觉得 这是一个job OK 就一个logo 就一个lxe 有什么叫好料 OK 他的官网第一面 他就先讲了 lxe OK 就是liquid webs easter 或者你们有听过easter OK webs 你没有听过 OK liquid应该是都懂 不是油 OK 油或者是 水壮东西 就是liquid webs 只有他 有这个科技 OK 只有他有 the only one 也只有他有这个科技 为什么其他人 不做这个跟他一样 或者是 为什么 其他这样多品牌 这样多牙油 这样多油的厂家 不跟他做 有这样子的technology 就是因为 价钱 OK 所谓的 也还是一样 这个你们明白吗 110块 这么高 有几个人会火 OK 一样的道理 liuquid 也是因为 他的bastoid的成分 真的是太贵了 OK 其他人不可能跟他 就跟他做一模一样的bastoid 一模一样的bastoid 一模一样的bastoid 来跟他对抗 OK 因为他做出来 人家38年前已经做了 OK 他的成本已经尽量把它控制在 大家能复合得了的 那个range OK 如果新的一个公司进来 想跟liuquid一模一样 OK 或者是跟他有类似一样的 那个technology 他的成本一定是很高 OK 成本一定是很高 所以说 短期里面 或者是长期里面 你应该都会看到 有类似一样的technology 他所谓的 liquid wax easter technology 就是不要给他的 那个塑胶 OK 牙箱里面 是 靠塑胶 control 或者是 不要给他漏气 就是他的pressure 塑胶 就是容易明白一点 就是你的轮胎 OK 你的轮胎 大家都知道 轮胎一定要选 越新鲜越好 OK 我们不去聊 深入去聊那轮胎 是不是 越新越好 OK 可是大家一定是认同的 就是 轮胎如果超过了5年10年 你们就不用了 OK 因为超过了5年10年 或者10年以上 那轮胎会硬化 OK 那个是塑胶 被硬化了 OK 牙箱也是一样 牙箱里面是靠塑胶去 maintain 着pressure OK 不要给它漏气 Liquid wax easter egg 就是不要防止它 硬化 OK 不要止硬化 原装 这个牙油会比 DFG还贵 OK Candy V 你问了问题很好 我没有拿到DFG油 来 可是贵了一个20块 你能接受吗 OK 这个lue guard真的有DFG油 可是是价钱在165 这个也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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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都是DFG OK 可是lue guard没有DFG 只有DFG 946ml 如果你看到美国的产品 有Litre的都是假的 OK 都是假的 如果你要的话 我就要叫人家拿进来 OK 你有兴趣的话 你打油 OK 我叫人家拿进来 想问下 Liuga Aluminum protectant 和Biotech 可以一起来用吗 当然可以 可是 我从来不会在直播讲 因为我觉得 这样子讲的话 我怕你像刚才的客户 听到110块的黑油 就跑了 OK 当然是可以 可是没有必要 OK 没有必要 来来来 OK 讲到这里明白 那个黑油LXC的技术 就是独家技术 只有它有 OK 真的是只有它有 就是防止那塑胶硬化 OK 还有如果你们听了我这个直播 因为我很担心 你们听了我的直播 人家就会讲 诶 我的产品也是有 我写上去就可以了 OK 这些全部都有Lab test 还有所有的test 全部都放在他的官网了 你们可以去看 或者你们 你们听了我讲 Treatment 因为我觉得 我应该有责任 开一个直播 跟大家讲 Leal Guard的这个 Treatment 最重要的就是 没有后遗症 一定要听得懂 这句话 没有后遗症 OK 没有后遗症 OK 那我讲完 我等下会给你们讲 呃 低射引擎 4成4可以用吗 可以 没有问题 Kennedy 或者你可以直接WhatsApp 我WhatsApp 然后我会Send给你 我会Send给你 因为太多 我需要讲 然后你如果 Leal Guard的DHG有 165 per quad OK 然后它的好处在 一样东西 OK 当然它好处就是 它的Extreme protection 就保护你的牙 OK DHG就是牙齿 OK 里面的牙齿 不一样啊 跟那个Auto CVT 牙油 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呃 CVT 它还是有 Seal Link 或者是 我们所谓讲的 O-link OK ADF也是有O-link 为主 或者Distan为主 可是DHG 重要不是在 这个O-link 这些东西 重要到那个牙齿 OK 所以它的Protection 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先 OK 然后 啊 Lip Guard 然后Treatment 我要讲哪 Treatment 就是 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人 可能觉得 Lip Guard的价钱偏高一点点 因为这是美国 我们给完Tax了 OK 总代理 OK 给完Tax了 OK 一个Container 进来了 明白了 一个Container 看是多少扯的Container 进来肯定是给Tax的 如果是那种走私货 所谓的走私 就是拿 几十箱进来的 OK 当然啦 不用给Tax了 价钱会便宜一点 可是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要 要还Income Tax 要还Custom的 OK 要还Tax的 所以价钱我们已经控制在 蛮漂亮了 我觉得整个亚洲 我们价钱是最漂亮的 OK 价钱最漂亮 我敢讲是这一点 OK 你可以看 你看中国啊 台湾啊 香港啊 也是有Lip Guard的 可是价钱比我们这里高 OK 比我们这里高 然后 这个怎么用啊 你是讲哪一个 Eater在 你是讲牙油还是Treatment OK Treatment慢慢来 可是我要先让你们知道一点就是 不要听了我这边的Lip Guard 你看了价钱 可能你觉得 这个我们就讲Treatment 这个ATS是给Auto压箱的 107块 可是我看了很多品牌 几十块都有 甚至 几块钱都有 或者是十多块 二十块 三十块 四十块 五十块 二十块都有 你们就会觉得是一样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独家技术 只有他一个人有 OK 只有他一个人有 然后 重点是一定要明白一样东西 这个我必须要讲 因为我之前直播 我都没有讲到 我觉得有责任要跟你们讲 你看啊 这两个都是Lip Guard 可是你看啊 它这边是没有LXE的 LXE的logo 就是这个logo没有了 OK 没有这个logo了 注意看啊 这个logo没有了 这个logo没有了 OK 而且他已经讲明了 是FIX OK 是FIX FIX OK FIX OK 就是解决问题 OK 所谓的解决问题 就是 吃药 我容易让你们明白 吃药 OK 就是药都会有副作用 OK 都会有副作用 明白这一点吧 OK 你吃苹果 吃Vitamin C 是没有副作用的 OK 可是如果你吃药的话 是有副作用的 OK 这个是有问题了才用 OK 有问题了才用 听清楚这一点 有问题了才用 吃药 OK 这个是你吃Vitamin C OK 就是主要是 保养 OK 没有副作用的 OK 这个我很少会去直播讲 可是我今天我放在一起讲 OK 要让你明白 因为市场上面很多人 或者是很多品牌 OK 你要Instant的有感觉 OK 当然是吃药 OK 当然吃药 像发烧了 你不可能 等多三五天七八天 一个月才好了 不可能 肯定要是Instant吃下去 怎么讲Panadol OK Panadol Active Fast 直接好了 或者过了几个小时就好了 OK 这个就是吃药 OK 可是很多人 拿这个吃药的产品 OK 吃药的产品 DFG 有 Vitamin C 有 都有 都有 老板娘把我拿出来 忘记拿一样东西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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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老板娘讲他知道 很厉害 给他一个赞先 给点爱心 讲这样久 给点爱心先 OK 这个是给DNG OK 白色看 Aluminium Protectant 然后是保护aluminium 我们先讲这个差别 可是市场上面 很多人拿了 吃药 OK 药啊 当着Treatment來卖 就是你每一次 是保养品 OK 问题是错了 这概念是错了 就是拿 每天吃药 没有?不可能嗎 那你不可能跟我讲 你365天都在吃药吗 对不对 你听了明白我这句话吗 可是很多人就是 拿错了 拿 treatment 拿药来当treatment刺 就是当番刺 你也不可能每个月换牙油 你也不可能每一个月换黑油 对不对 至少都几个月 可是你每三个月 容易讲一点 换黑油 每三个月 都放一罐treatment 如果你每三个月都放吃药的话 放药进去的话 那个牙箱啊 我最近都能看到太多了 牙箱连壳都 出粉了 粉都跑出来 连那个气 那个coating 都破掉了 真的太夸张了 所以说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不要以为 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赶赶这些 这些可以print了 可以跟着lugard copy and paste print出来都没问题了 OK 你不要只是看这一点 然后你就觉得 我价钱差一个几十块 卖 OK 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子 包括我真的是 看了我最近的那个 就是facebook也好 social media也好 真的太搞笑了 OK 听到这一点应该明白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back it先啦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想买 很想买一个 漂亮的价钱 然后 漂亮的价钱 我只能今天啊 OK 我直接送产品 OK 我送产品 你有买我会送 OK 你有买我会送 我至少都会送一个 flush 就是价值48块 最少 minimum OK maximum我会送一个 大概99块啦 OK 讲99块啦 OK 讲个99块 可是我要看你们买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你 你比如说已经有人买了这个 我不可能再送他多一罐了 如果 我就看你们买什么东西 我自己决定 你送什么给你们 OK 可是价钱 最少都会送一个48块给你们 OK 最少 然后 如果 我看你买的东西 你 你没有用过了 或者是你想用了 然后我会自己 我会自动送给你的 OK 然后 这样子我也没有降压力 不然很烦 每一个人要的东西 不一样很烦 OK 然后我会送给你 总之你买的产品 我会 double 送一个一样一模一样东西给你 OK 我会再 double 送一模一样东西给你 OK 不会啊 肯定不会 double OK 肯定不会 double 等着了啊 OK 先打上来 我打上来 我直接跟着你们要的下单 OK 跟着你们要的下单 OK 你们打上来 我就跟着你们要的下单 然后你们自己要 你想跟 跟Lawrence一样买 的package 你可以买 如果你要跟 其他人的 一样 因为大家很喜欢跟 你们听了我这边 你们要跟就跟 如果你不想的话 你想买自己的 你就打上来 OK 然后这个 Ivan Restore是99块 主要是给刺黑油的车 OK 刺黑油 这个我已经测试了 也很多粉丝 已经用过了 肯定会改善 100%会改善你刺黑油 比如说你的黑油 3000啊5000 少一个liter 用了这个可能 可以去到七八千 还少一个liter 会改善 听明白啊 是会改善 不可能完全不吃黑油 是不可能的 OK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的Piston Link啊 Liner啊 这些是不是吃掉啊 这也很难讲 一定会改善 OK 然后如果你要的话 你还是买回我 测试好了的 OK 然后这个 Ivan Restore是99 OK 然后 哇 你要这样子 你这样 打这样多package 人家未必想买这样多 OK 未必想买这样多 OK 我这样子先啦 Buy you OK 我先做一个给Lawrence 他一进来就先讲 OK 我就先讲 牙油的treatment Eddy 可以等我一下 一个一个来 如果你们想买 比如他们想的 Auto 我写的Auto 你要搞清楚 Auto就是给 ATF 就是Auto牙箱 OK 如果你的牙箱是CVT牙箱 你要先分清楚 CVT的话 你就跟着CVT的粉丝买 如果你是Auto的 你就跟着Auto的买 如果你是DNG的 就跟DNG的买 OK 你不要 不要混乱 OK 因为真的太多 如果我全部产品拿出来的话 我一次过讲完 你每个人都晕完 OK 我guarantee你晕 OK 如果你不是铁粉的话 你肯定晕 OK 你肯定晕 不要讲 不要讲你们晕 连老板娘都晕 怎么这样多东西的 OK 就先讲 Bi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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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3 OK Flash 乘2 OK 可能还有两辆车了 你有两辆车以上的 都可以买这个配套 Flash就是给 Engine Flash清洗了 过后采用了 然后BioTech是你 清洗完了 5分钟 10分钟 换了黑油 你不一定用我黑油的 OK 然后或者是在Under warranty 你可以加这个BioTech 这是给Engine Engine treatment OK Engine就是保护它 Valve seal 就是不要给它 因为Valve seal也是 Label 不要给它 硬化 然后还有减少摩擦 重点 这边还有减少你的温度 Engine的温度 然后如果你可以看回 今天Post 就有一个叫Dex Lu 它讲它的车的温度 好像风扇都没有走到 很冷 用了Luca的BioTech 过后 跟Arnega的黑油 那风扇都不会走 High Speed OK 我不懂有没有这样夸张 你们可以去看 留言 OK 你再Set 配配看 直接一Set 我先做给你先 你这样紧张 我先做一Set 给你先 可是这个Flash乘二 OK 等一下 我搞Plapper 因为我真的是 老有点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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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一定要跟啊 不一定要跟啊 先给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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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加 OK 这边是 321块 OK 321块 可是我肯定会送它东西的 OK 我肯定会送 我肯定会送 应该这样子看得到 我肯定会送 如果Fly USU 漏油的话 我会打你们问题 Fly USU 漏油 我建议你 OK 我建议你 你们要的 直接打321 然后老板要帮我pink 等一下我会很乱 帮我pink 下 321 也是321 321 321 321打加1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拿 OK 老板说的是321 这样子容易一点 然后 我建议你 Fly USU 漏油 直接下牙箱 换掉它 因为那Oil 我总共不建议你拿 treatment 因为 市场上面Oil 大多数都是lubber OK 大多数啊 都是lubber lubber的话 这个可以解决 因为我不懂你是什么车 很多人都会讲 Fly USU就是导致 肯定搞定 因为是lubber 所以它就能搞定 可是市场上面的Fly USU 就有分有铁跟有铁 就是一个spin 绑住它 那个lubber 或者它是走布的 OK 所谓的容易明白的话 是走布啦 其实不是叫布啦 OK 这是布来的 它不是lubber 如果是布的话 不是lubber 你倒这块东西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你是浪费钱 或者甚至比较严重的话 就是你的那个lubber 已经变成像树枝一样 一按就破了 吹掉了 你倒什么鬼都没有用 还是换啦 OK 还是换Fly USU 还是换Fly USU 当然这罐不只是 解决你的Fly USU问题 因为这个是引擎 然后你要吃黑油的问题 也会改善 当然你倒的这罐 引擎也会减少摩擦 也会比较炒 OK 我估计321 应该只有Lawrence要吧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上来 如果你自己想用的话 那吃黑油的话 你就可以拿这罐 Origan Restore OK 就是 少黑油啊 或者是真的是 你的Fly USU 是走lubber的啊 OK 真的是 Law油了的啊 OK 你可以try啦 OK 如果你不想 花 钱 下压箱工钱贵吧 现在工钱贵嘛 现在工钱贵嘛 你们自己这样子打 99打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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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 如果你们下单的东西 有超过 百八块啦 OK我会包邮 OK 全西马包邮 OK 全西马包邮 然后我还会送点东西 OK 肯定不会少过48块 肯定会送 OK TEN SPEED 新车也要有少 OK 那个XLT哦 你可以倒这罐 OK 或者 因为你不可能 换 其实那个是黑油的问题 OK 那个是黑油的问题 因为那个黑油 不到stack OK 所谓的不到stack 就是不到data sheet 或者是 因为Fly 你可以容易明白一点 我讲的东西没有道理哦 你去Ford 你驾一辆Ranger去 OK 你驾一辆Ranger去 他也是跟你讲 用这个黑油 你驾一辆Ford Focus去 也是跟你讲 用这个黑油 你驾一辆Flystar去 也是讲 你用这个黑油 你们自己想看 有没有逻辑 那辆XLT 而且还是 那辆应该低色嘛 Tensity嘛 新款2.0嘛 而且那辆车的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那个 Oil pump Oil pump 会 会爆 OK 然后导致到黑油不上 然后引擎会 我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常修这个车 所以我知道 它的那个内部构造的问题 如果呢的话 你可以加这罐 如果你真的是要解决 那个赤黑油问题 保护不下 你可以用这罐 或者 或者 你有budget一点的 你自己用aluminum protectant 在引擎 一定要用 OK 一定要用 OK 一定要用 因为要保护 那个 Oil pump 不要给它这样快磨损 然后导致到它 没有了压力 没有了 Oil pressure 不够的话 引擎就会这样 OK 当然 如果你们有赤黑油的 你们先打上来 OK 先打上来 99打加1 OK 或者你们有想买其他产品的 都可以打了 等下我会做package给你们 OK 这样子容易一点 因为我不懂你们平时要什么 然后最近很多人都会直接 WhatsApp我 DirectWhatsApp我了 然后我很少开直播 OK 我很少开直播 然后今天 顺便跟你们互动下 让你们先了解那个 鸡油黑油如何去分 然后如何去看datashit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再来就是讲明那个 鸭油给你们明白 然后再来就是 Treatment真的是要分清楚 什么叫做吃药 什么是Treatment OK 真的药不可以偏偏吃 block过货了啦 block就 block就 你直接撕了我啦 自己后面加单 如果我讲完 你这样很杂 你这样很乱啊 就讲黑油鸭油 Treatment就好了 然后你们要 是黑油的问题的 就99打加1 或者你们Go 看我直播的 都可以下单 99打加1 总之我看到价钱 不会碰到一起的 我就会 帮你们下单 OK 然后老板娘 帮我pinscreen一下 怕我忘记了 ok pinscreen一下 Orible Restore OK 讲了这个 aluminum protectant 先讲完 等一下 peter在我会给你一个 booster的那个 take case 都会有送 今天只要下单都会送 今天下单 我私人送 OK 我私人送 然后这个 aluminum protectant 主要是给 只要是 engine也可以 牙箱也可以 啊 或者 或者不要讲了 等下你们更乱 aluminum protectant 主要在保护你的aluminum Ranger XLT OK 或者是那些 市场会engine 出问题的车 或者呢 尤其是WC 当然是 新车用是最好 新车用最好 OK 然后 就是 菜 吃货 是不是这样子念 OK 大家我就明白了 然后或者是你的engine 尤其是新款的牙箱 新款的engine 我建议你还是用 OK 因为现在engine都是CC小 很 tech 就是很big 最好是用一下 或者是 新款的牙箱 DHG 所谓的就是 新款 2018年以上的牙箱 因为现在很多的是 Megatronic 里面都是aluminum 最好是先保养 尤其是新车 OK 或者你们可以看我的 我先学一下 aluminum minium protectant 你们要我发现 打160 打加1 可以 看啦 如果你想两罐都用的话 你就打加2 都可以 然后 最近你们有关注我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corrola GR OK corrola GR我新车就是 当场立刻 19km 我就直接在那边加 OK 当场拍个video直接加 因为我明白 或者是很多人也不明白 我先给你们知道 这个concept 因为你的车是会磨损的 OK 引擎压箱都会磨损 当然你在越早 防止它磨损越好 或者你刚刚认识我的 就没有办法 你就趁早 直接先加 不要给它防止它磨损 因为尤其是现在的车 全部都是 都是 high compression 了 OK 会磨损掉的 铁跟aluminum磨的话 会磨损掉的 OK 你们自己 明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再引擎是 Turbolo 还有一个就是 引擎的 crank shaft 铁 block 是aluminum Head也是一样 Camp是铁 那个Head 那个Head 是aluminum 所以说 aluminum会比较软 它会磨损掉的 再来就是 Oil Pump OK 还有一个 就是high pressure pump OK 这里全部都是 现在车都是有这些 辅助瓶了 OK 有一个辅助瓶了 Balancing sub 这些东西都会有 包括牙箱 就是megatronic 因为现在都是 先出现 顿挫感 听清楚啊 顿挫感 你 轻微的顿挫感 基本上都是 就是里面的 就是里面的 因为 因为是铁 OK 然后 那个 一摸准的 那个 housing是aluminum 它会吃 这样的aluminum 会磨损 然后导致到 你会有一点点 泄压 然后导致你的车 就会有那种 chock的感觉 OK 新车都会有 OK 所谓的 都一样 都是有 都是有 然后你就要防止它 磨损先 因为如果它一磨损了 你才找我吃药 都没有用 我guarantee 你没有一个药 可以解决 都磨掉了 怎样补回去 补不回了 就像你牙齿 小孩子还可以 如果趁早 小孩子还会掉多一次牙 生多一个牙出来 如果你长大了 还是老了 那个牙已经是磨掉了 你住牙了 你将生回那个牙 不可能生了 OK 如果你 你找到一个产品 能生了 我真的想了解 我估计不可能 OK 怎样伸出来 最多中那个新的牙 就是叫你换个新的wall body 现在的wall body都不便宜 都是几千块以上 甚至mechatonic 都是过万的 OK 都是过万的 而且都是坏这个钱 OK 都是坏这个钱 明白 OK 等一下 我会给你知道 Lorence Paul 我会做一个package COO IT 因为最近也是 看了GR 就是先保护那个cooler OK 先到这边 要的自己打160打加1 OK 160打加1 然后我会做一个package 就是 我先做这样子 做这样子 这样子 OK 因为这个水都可以 都可以自己再加DIY OK 没有问题 做一个这样子 然后 如果你要额外加的话 你自己过后WhatsApp我 OK 自己WhatsApp我 或者是直接Message我 OK 这个COO IT 我先写价钱 因为很多人都想知道价钱先 OK COO IT 加Fill System OK 这样子 Fill System 价钱 OK OK 要的自己这样子打 OK 179打加1 就可以了 179打加1 我都会送啦 只要你们今天下单 我都会送你们餐厅 48块是minimum maximum 送一个99块了 OK 没有问题 那些Bio什么engine的压箱 不同用 不同用 engine是给engine 牙箱是给牙箱 不要混乱了 OK engine 都分开了 不是拧在一起的 现在是锁在一起罢了 可是可以分开了 OK 不一样啊 BioTek你要我会给你们 我会给你们 不要 不要紧张 先讲买这个 COO IT COO IT 就是 你看我新车就加 OK 新车就加 CORORA 或者 这边有很多人 会很想拥有 OK 很想拥有 我个人啦 我很想拥有的就是GTR 然后 顺便聊一下 吹一下水电 或者 GR 我会偏 这种车型 OK 为什么会偏这种车型 虽然它的价格 可能对你们来讲是 很不值的 很贵 我会拿一个例子 就是GR GTR 都很贵 而且 GTR最近还涨价了 OK 所谓的 Second Hand也好 Liquan也好 Syncer也好 都是涨价了 这么他们会涨价 这么涨价了 还会有人去买 当然 有人不理解 那个 知识范围 或者是 那层次不一样 或者是 那个理解方面 不一样的话 人家是不可能会去花这样子的钱 去买GR 三缸 三缸 然后 又 三缸又跳了半死那辆车 OK 老板娘讲的嘛 这么这样跳 然后 又三缸 花这样子的价钱去买 是不是所害 但另用 OK 当然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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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么会买 就是 就是 其实我要的不是 只是 它的那个 三缸 三缸 三百匹 我不是要这个 我主要的是 要它的 就是它的 或者是 它的 它的 就是它的 可以下 下 底盘 包括它的 因为 在这个价钱里面 在这个价钱里面 有给到 你有这种 或者是这个 LST 真的只有它 最便宜 OK 我是在买最便宜 可能很多人觉得 我在买最贵 那个 对我来讲 我是在买最便宜 最便宜 还有这种子 底盘的车 除了 GR 当然 还有一辆 就是GD3RS OK GD3RS 保时捷 保时捷也是有这个底盘 可是那个已经 我负荷不了 那个价钱 暂时 暂时我负荷不了 我希望我能负荷得了 然后 GD3RS 那个也是因为它的底盘 它可以调了 OK 可以 可以调买它的 LST 跟着 GR一样 也是可以调了 这是额外话 额外话 因为我想让大家明白 你们先了解 全面的先了解 大概先了解一下 然后 你才可以去做Comparison 因为你不要只是看价钱 就看 因为很多人喜欢看三缸 那三缸 阿夏 多少钱罢了 对不对 做么你要花这个价钱 因为也是三缸 真的三缸 我也是有做一个video 你不可以只是看表面 你一定要深入了解 OK 深入了解 只是 额外话 顺便吹一下谁 因为对我来讲 我是在买这最便宜的 有这样子的系统 这样子的底盘 这样子的LSD 而且可以调了 OK 然后它也不会不忘 这个是重点 没有这样容易不忘 会比较 所以 Handeling会比较好 暂时真的是 这辆车 这样子的价钱是最低 OK 真的没有 如果有话你跟我讲 我也想了解 或者是 底盘最好的 公认最好的 就是 那个Lotus OK 因为它轻 当然Lotus也没有这样的价钱 OK 也没有这样的价钱 或者是 再来就是 底盘有这样子的操控性的 Handeling的 应该都没有几款车 OK 真的没有几款车 其他的都很容易不忘了 OK 很容易不忘了 然后 因为我还是算是在 驾车方面可能觉得 驾车就是 叫老手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 驾一个300匹的车 不忘起来真是很恐怖了 OK 然后我还是选择这样子的底盘 OK 这个额外话 你买的最贵 对 当然如果你觉得三缸 傻逼 OK ASEA才多少钱 这个是多少钱 你是不是买的最贵 如果是 拿底盘来讲 有给到你这样子的 backage 或者是这样子的底盘 这样子的technology 它是最便宜的 OK 它是最便宜的 OK 我们先讲 你们要 这个要的话179打加1 可能我还没有讲到 这个是什么 这个cooling就是给cooler 就是cooler 会氧化 然后 当然cooler 你这么会氧化 就是跟黑油一样 你这么要10钱 换黑油 一样的道理 cooler也是每烧烂料 换一次 它会氧化 它防止它没有这样容易氧化 这是重点 第二个 它会比较冷 OK 所以说我一行车 我就先放 OK 就是要保护它 因为cooler如果你一氧化 它就会这边漏水 那边漏水 再来你的water system 或者你cooling system 就会不耐 OK 因为现在cooling system 很多是aluminum 很多还是plastic OK 很多还是plastic 更加快快 OK 我先保护它先 当然我重点就是 我不是主要是保护 我还要给它 确保它会比较冷 OK 这样子我的车会 比较 稳定的状态 OK 再来就是fuel system booster 就是清洗它的那个fuel system 你看那个video 或者你没有那个video 都可以pm我 我会先给你的link 然后这个就是先清洗它 因为现在的车全部都是 Direct Jason 就是所谓的 呃 以前你的年代 就是老一点的 那technology的那个engine 它不是Direct射 Petro进去你的那个engine 那piston的 它是在manifu外面就开始射了 OK 可是现在是直接射在piston上面 OK 所以说它会产生 比较多的carbon 一定要用 OK 一定要用这个fuel system booster 减少它的carbon OK 一定要先清洗 啊 或者容易明白一点 就是Dissert 因为Dissert 一直以来都是Direct Injection 它的Nordial 是直接射在那个piston那边 因为必须要high compression 然后它没有stop up打我了 它是靠压力去给它爆炸了 所以说也是会很多carbon Dissert你们都会觉得很肮脏 就是一定要洗 OK 一样的道理 这个PetroDissert都可以用 OK 你是Petro也好 你是Dissert也好 只要是你是有的打油的 都可以用 直接打 你有游艇也可以用 你有各草机也可以用 直接打 这些是website官网 或者是它的官里面都有啦 它官里面都有讲明这些都可以用 OK 我放那个可以用的那个logo给你们看 你有油艇也可以用 OK 如果你是Tesla就不用不用 OK Tesla不用打油 OK 不用打油 你们就不用用 OK 如果你要的话 179打加1 OK 我就知道什么package OK 这样子容易一点 因为我这边会比较随性一点 呃 随便啦 你们想要什么 我今天会做一个pengist给你们 我让大家买了开心 然后我再送你们产品 OK 明白啊 要的179打加1 就是有一个cooler 有一个fusion booster 然后你在家可以自己DIY 这个倒进你的cooler 记得最好冷车 或者是隔天早上 你收了产品不要立刻啊 你刚回家你就倒完了 飞上来 因为有pressure很热 等它冷了过后你才倒 OK 冷了过后才倒 然后这个 我建议你fusion booster 倒进patro diesel 你不要打full tank 因为你打full tank 它就吸去了 虽然这个是足够给一个full tank 如果你 从来都没有用过 像 像新车就用了 OK 当然你full tank 没问题 因为你已经是一直在清洗 没问题 然后是5000km 用一次了 5000km 然后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 而且你的车已经走了 100多千 200千 然后我建议你是半筒 OK 这样子它会比较浓 它会比较concentrate去帮你洗 OK 这样子会比较好 如果你是长期用的 因为当然我有很多客户是长期用的 直接买就买两贯三贯四贯 甚至sava salawa 是买一箱的 OK 直接买一箱的 因为它们运费也贵 直接走海运 OK 走海运的 OK 包邮 就是西马包邮 西马包邮 西马包邮 做一件 谢谢老板 还有一个就是 加人蛋包邮 对包邮 你要花179打加1 就可以 或者你要打加2也可以 啊 西马罢了 西马罢了 那一块钱就算了 OK 然后 要的179打加1 然后 过后我会给你们 这个是Biotech 要开盖 OK 要开盖 导进你engine 你们要做一关的 还是要做两关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OK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或者你们要package 要单单一支 还是要这样子package 也可以 因为有些人觉得我不需要哭认 这样子也可以 就是一关给engine 然后一关给patro 或者是鱼舌 这样子啦 这样子容易一点 如果你们过后 想自己再加多一支 两支三支 你过后你直接 Messenger我 反正我们会直接Messenger你的 OK 这样子 OK 就是Biotech 就是给engine Biotech 就是给engine 再加 Fuel System Booster OK 我直接加Fuel OK 就是这样子 OK 你要的话 当然这个不能包邮啦 你可以pay 或者你要加多一支也可以 加这个一支也可以 或者其他产品 你看到的 我刚才我讲的 你要加一支都没有问题 OK 我只要过百八 我就包邮给你 OK 你要的话就这样子打 165打加1 OK 165打加1 如果你最近没有看到我直播 是正常啦 因为我很少直播了现在 OK 然后 你要 你用了产品好的话 你是接WhatsApp我 OK 现在很多粉丝都是接WhatsApp我的 OK 要的 多少钱啊 165打加1 OK 就是engine一罐 Fuel System Booster一罐 倒电油Petrol一罐 倒进engine 不要倒进牙箱 是完全不一样东西啊 因为牙箱有牙箱的treatment 完全不一样 OK 完全不一样 165打加1 不明白也要 打不明白 我再讲多一次 OK 然后 最近看到很多人 就是在 光源那个M的很有 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在意 价钱 包括我 OK 我也很在意它的价钱 如果我给你一个tips 你还是很喜欢这个品牌 M品牌 你也不理他有多 因为M品牌有很多个 series 就像我讲的series 如果你不在意了 你只要价钱 我建议你直接去shopee Lazara 还有比他更便宜的 不用199 也不用149 simee也不用149 我现在讲 讲破问题 因为 那个价钱的方面 如果真的是走失货 不用给tax 不用给incometax 当然 可以做便宜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些是整个container 进来的 然后交完税 才可以出custom 这个是 已经是在我能控制能做的范围 在整个亚洲 我们已经是最便宜了 亚洲 我不敢讲全世界 亚洲肯定是最便宜 你可以去compare 台湾 中国香港 包括新加坡 都没有这样便宜 都没有这样便宜 series 包邮 包邮 老板下单多一点 我尽量做 我尽量做 DK Bryant 谢谢老板 179 179是刚才的 这是165的 OK 这是给 给那个 engine 跟 休息的不是 尤其是现在新款车 基本上现在新款的车 都是 Direct Adjacent 一定也有 不再是你以前的那个 以前的那个 年代 工工年代 它不会很多carbon 你现在看我F70 我刚刚进了一个客户来 他跟我讲 银料 他的车漏水 Waterbomb漏水 然后拆manifu 一拆 整个carbon 它的整个Waff 都是深满carbon 他跟我讲 我也没有空 我只能当天修好 当天开车 然后现在的carbon 是在里面的 因为你没有拆 你不知道 然后我应该讲 我就讲用这罐 OK 真的只能用这罐去 慢慢去清洗 OK 你不肯一倒进去 明天就干净 OK 不肯要慢慢 而且是最好是每5000 用一次 去清洗它 然后 他讲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以前我家的 那Myvi都不会了 OK Myvi是不是Direct Adjacent Myvi是Mani-Fu Injection 它不会有这样多carbon OK 你要明白 容易明白的就是 Dissert肮脏 大家都知道 你阿公年代都知道 因为那个Dissert 就是Direct Adjacent 所以说Dissert 都要 这么要用EURO5 因为EURO5的重点 OK 是在 那个Dissert 就是要干净 会清洗 会帮你清洗 这个也是一样 OK 讲到这里应该明白 OK 可以 没有问题 要走都可以先走 要去吃饭都可以吃饭 OK 最后我再讲了就是 牙油Treatment OK Myvi is the best 对 不用很多东西 不用保养 OK 我讲买最后两个产品 OK 讲买最后两个产品 就是 就是 我会保留一个 你们 你们会比较想用 应该这样子 我做一个这样子 package 之前我都没有做过这样子 package 因为你很难明白 越时间去你 cover up 也可以 你相信我的 直接来到 我就会帮你 做一个 给你 你OK 我就开工 OK 针对性的 去了解你的车 引擎跟牙箱 OK 是什么牙箱 有些人真的不想理解的 也不想了解的 你相信我的 就直接来 因为很多客户都是来到 找我 找老板 我的车要全套服务 OK 然后我的人就会搞定给他了 OK 就会搞定给他了 然后 可是我还是要讲了 讲完它了 就是 这个是CBD牙箱 然后这个是Physical Booster 可能你刚才买了 一个黑油的 OK 买了一个黑油的 你想不买你牙箱 然后这罐 反正是五千用意识 你可以买这样子的配套 OK 我又会送你东西 OK 我又会送东西 然后 才139 对啊 很多白零工的 看Alex D聪明 人家卖这199 他才卖139 他买到139 还便宜 讲破它了 OK 可是这是人家生意手法 可是有些人就 呃 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可是我不懂 那个油是真正假假 我不会分 因为 我 我只会 我自己Fulling Board的 自己进口的 我确定是从那个厂家给我货的 没有经过 没有经过任何一个人的手了 我才敢卖 我才敢直播卖 如果是跟人家拿了 OK 我还是 毕竟还是有风险 毕竟还是有风险 然后 在这边 我讲的是CVT 如果你是付费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回你的那个Catalog 你买新车肯定有Catalog 如果这写着什么CVT 就是这样子 CVT 大个的CVT 或者是什么Continue Continue 约 约 什么鬼中市 有链条 看到那个Catalog 里面有个链条 就是CVT 多了 一个链条出来 然后两立铆 主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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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条 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 或者是现在你看到很多的 什么Honda 听到很多断链条 或者是很多Potone CVT 断链条 如果你想支持我 跟我买的话,你不要跟我讲 我的Portonsaga Portonsaga有几款牙箱 你一定要跟我讲 你是什么年份 有时候讲年份我也不懂 刚好那年份换了牙箱 我很难跟你讲 最好是拍一个牙箱 你拍牙箱基本上我都会 懂了,因为我都是修牙箱 因为 我们讲Myvi Myvi也分下两款牙箱了 2020年 不懂是不是2020年 新款是CVD 就一款都是Auto 你跟我讲我的Myvi要用Treatment 然后给我到价钱 我真的不懂你是哪一款Myvi 你还是给我清楚明白一下 然后 这个我放最后 让你们有时间去消化 然后Saga也是这样 你不要跟我讲我的Saga Saga有CVD的 旧款 最旧款的是Auto 最旧款是Auto 然后最近很多问题 风风雨雨的 那个CVD牙箱 因为断链条了 再来新款的 2022年 那个是变回Auto 那个CVD不耐 被人家comment到爆炸了 换Auto 那个是Auto 所以说真的很多种 还是如果能的话 Toyota很简单 OK Toyota顺便交买你们 或者这边有很多同行 只要是Toyota的车身号 我先写价钱先 等一下我才讲 CVD Recharge OK 再加一个Fill OK 这样子你们可以自己DIY 然后要的话这样子打 RM225打加1 你是CVD你才打 你不要打 你是Auto也打 Auto walk 过后我会做最后一个给你们 然后 Toyota很简单 因为Toyota比较人性化 车身号 一般都是在 Bassenter side 副驾驶 或者是你开了Bornet OK 新款一点的开了Bornet 后面的Bornet 一开了过后 它有个铁台的 OK 或者一张sticker的 黑色sticker的 有车身号码 Engine number 压箱 number Tonexer 或者是这样子啦 因为每个 有一点不一样 总之 那个车身号码拍给我 或者你们想自己学的话 可以这样子看 或者是 最新款的 车身号码是在后面的大镜 后面的大镜 后面镜子 因为后面镜子不会爆 很少会爆出 不会被撞 那边有车身号码 可是那个不准 还是要有那个sticker 因为sticker没有写 那样压箱的code Tonexer的code 只要是K开头 在多大 K 哦 我写一个K 不要啦 你们又以为每一个都是K OK 等下很乱 只要是多大 是K开头了 在Tonexer那边 或者是Tonexer那边 或者是Tonexer那边 或者是Gearbox那边 会写一个K开头的 K111 K112 K115 K114 OK K311 总之是K的都是CVD OK 都是CVD 只要你确定 你那个是K的 多多大 是K的 因为Vios Tonexer 会吐血了 比较血是有 Auto 有CVD OK 所以说 Sync 15 是不是15 我也不懂啦 总之是新款一点的 应该是15 Alexo 你是不是15 我都忘记了叻 总之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真的不能记得 因为我 老实讲 你问我 我车是什么年份 是什么牙箱 我真的不记得 因为 我不用去浪费时间去记的东西 我只要看到牙箱 我都知道 你一拍个牙箱 我都知道了 拍个牙箱 我都知道 所以我从来不会去记那些 强记 去记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 我都会分辨 我就不用去记它了 OK K开头了 你就下这个一档 OK 如果多大 你的是U开头了 OK U啊 U是U念 还有U是代表 UNW 多大UNW OK UNW的 都是Auto 肯定不会错 OK 肯定不会错 只要是那个 车身码是你的 肯定不会错 OK 100%不会错 我就是 喜欢 买那些市场不卖的 保证正品 OK 我会guarantee你们 今天你们看到的所有 产品 都是正品 OK 都是正品 然后我会guarantee 肯定不会有防品 不会有假的 OK 因为 LUGARD的产品 在这边 这样子 它会 其他商品 这个有LXE OK 只有它有 其他根本就做不出来 OK 就算它要抄它 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抄它 要跟它 抗衡 跟它靠近 LXE technology 没有 因为那个是 它已经38年了 OK 把那个成本控制在 大家都复合得了 如果是新的 新手进来 是不可能做到 这个技术出来 就算它要做到 它也不能卖 因为价钱太高了 卖不到 然后 而且 为什么不会讲 没有假的 没有假货 因为LUGARD 还没有这样大的量 OK 如果 通街人都在买的话 很难讲 有人可能会 可以copy它的 这个plastic copy它的 官出来 随便加一个 一样颜色的 就可以卖了 OK 暂时没有人这样傻开 没有人这样傻开 毕竟 会买 老实讲 还一个 为什么不有佳品 就是 还一个 市场 没有这样大 OK 第二个 会买LUGARD 都不是傻子 OK 都不是傻子 我可以这样子讲 都不是傻的 OK 我可以这样子讲 我不懂你们 同意不同意 OK 或者你们 我看到有人 comment我 接messenger我 更好 你不明白了 接messenger我 我会回复 或者你想在那边 问也可以 我会直接 立刻马上回答你 OK LUGARD的 User 消费者 绝对不是蠢的 绝对不是蠢的 因为基本上 他们都会先了解 毕竟 买了产品也不便宜 一定要先了解 你去观网 而且你看 LUGARD 这么做又有盒子 又有盒子 而且他的盒子 有硬这个 你要多做这个成本出来 不便宜 如果你要量产的话 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 盒子可能可以 谁都可以做的 只要是有一个机器 就可以做出来了 我就不讲他了 就讲这个盒子 这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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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面那个 有日的 OK 都是平面的 做不出来的 OK 就算你要做出来 那成本很高 如果你量不大的话 你不能一个月 卖一个container 你做这个罐出来 简直是跟我价钱差不多 OK 不可能的 OK 就是这个罐 这个罐 这个罐 这个大叔叔 你们看到的罐都是平的 平平的 花花的 OK 做不出来了 然后 一 没有这样大的市场 二 成本高 全部 OK 抄不出来 要抄也 那这边有做printing 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正折蛮 老板好 我太久没有直播了 OK OK 这样子讲 房品 暂时不会有 OK 暂时不会有 OK OK 这边应该明白 要的是 CVD牙箱 然后再加一个 Fuse System Booster 导电油 Petro D色都可以包 直接打 225 可是我知道 这边有很多人都是 Auto的 等下我会做一个 最后做一个Auto 给你们 OK 做一个Auto CVD牙箱 我建议大家用在 我觉得最好 还是所有的CVD 因为现在的厂家 要cut cost 除了做EV OK 最便宜的牙箱呢 可以给他们选的 就是CVD OK 我可以这样子跟你讲 可能 很多 铁粉 都知道这个故事 如果你们是 新人 OK 新人 没有听说过这样子东西 我可以跟你们讲多一次 就是Auto牙箱 是要给版权的 OK 是要给版权的 包括LUGAR 你要跟LUGAR讲 可以不可以帮我 做一个我的Brand 也是要给LUGAR版权 当然LUGAR不会做给其他人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 他已经在市场38年了 他不需要做这些东西 不需要OA用给大家 给别人 OA用给别人 都是怕没有生意做 或者生意没更好 才需要OA用给人家 因为我需要生意回来 我的Brand又不能红 OK 所以说 放心 LUGAR不会OA用给人家 OK 就算 我有要求过 你的LX这样好 可以不可以出黑油 他也不打这么做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市场 没有几个傻子 会花百多块去换黑油 而且是一个L 是不会有的 因为他的seed oil 他的base oil真的太贵了 不会有的 因为牙油还好 牙油的话 因为LUGAR 我还有一个LUGAR的蚕牙油 跟市场上面的牙油什么不一样 或者你们的牙油也可以 这些私了我也可以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牙油 就是这个CVD牙油 因为我放到外面 晒太阳 这个有点破了 这个CVD牙油 或者是自动牙箱 跟市场上面的最大差别 除了有FULLY Synthetic 它是FULLY FULLY Synthetic 还有一个重点是 容易大家 比较初步的了解的话 就是 所有的牙油 除了LUGAR 跟EMSOID 都是美国 LUGAR跟EMSOID 都是美国 它可以recommended 就是建议你 他们会在他们的website 官网会写 我建议你可以 4万才换 没有问题 不会有后遗症 可是其他的品牌 它不会跟你写recommended 4万 正常的recommended 都是2万就换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2万跟4万 当然它的价钱可能是double 比起那种2万的牙油 是double 可是算起来是一样的 因为它可以走4万 比如说你花一个200块 换一个牙油 6个要400块 可是 你们一天要400 也太不要 像刚才那个客户 100块一罐 1L的黑油 直接掉头就走 可是你们要想 200块跟400块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一样 200块跟400块 是不是一样 这个走2万公里 这个走4万公里 OK 所以说 算起来是不是一样 OK 是不是一样 而且它会更加的保护你的牙箱 有LXC的technology 这个是更加深度的LXC 再来就是它有 减少摩擦 减少温度 防止塑胶老化 OK 这些是外的 多的那个value给你们的 OK 如果你们有兴趣牙油的话 可以打药 我才讲 然后先讲完这个 就是treatment 因为很多人都是 Under問題 先保护嘛 因为我重点是在 先保护那个牙箱 新测的时候就保护 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吃药的时候 是太死了 牙箱的时候是太死了 一般牙箱都是大洗我了 OK 有问题 OK 最后 最后 是一个 Platinium 就是 Auto牙箱的treatment Auto牙箱的treatment 就是这样子 这是给Auto 就是Auto牙箱 就是我们叫做 ATF ATF Auto Platinium OK Platinium 加Fu 加Fu 要的这样子打 197打加1 OK 197打加1 就是2冠带走 这是给Auto的 我是推荐换Lip Guard的牙油 OK Boss Galau Gearbox 40K Baru 2 3 Bore Bore OK Bore 当然我建议你还是5年里面 因为我不懂你这个六七年里面 跟我会这样子讲建议你5年里面 或者是最好是你检查一下 还是要检查一下 因为牙箱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cooler 因为最近看到很多cooler 都会 残水 OK 因为cooler这样子的 油 比如说它两条 两条文艺点 油过去 水过来 OK 就这样子才就冷却嘛 油过去 水过来 可是它这两个穿动了 它的水就跑进去油里面 它会进水 进水盒太迟了 像你是飞 像你的手泡着水一样 你的手会搅 OK 里面有Plus P 也会搅 也会搅掉 OK 所以说还是要检查 OK 还是要检查 虽然你走得少 还是要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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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因为 怎么讲 用流gard 我个人 我个人 认为 OK 我也个人推荐 流gard 就是他的牙油 怎么会这样子讲 因为 就少有他的独家技术 30 没有其他银牌 也做不出来 OK 为什么他讲 the only one 在他的 website the only one 他刚刚 刚刚写大大个字在哪里 或者你们也看回去 我懒得去设的话 就看我今天的post 他有写完 很明白 很仔细 他的LXC 他的blog里面 全部可以自己去看 OK 你们是 精明的消费者 一定要会看这些东西 OK 一定要会看 换了流gard 雅油 两年 不用再去Color消费了 很省钱 对 很多人就讲 200块 雅油跟400块 的流gard 400块很贵 是不是 200块 400块 这走2万 这走4万 虽然价钱是 一样 OK 就200块 乘2 如果你每2万 换一次 不是 4万 如果你换一次的话 就是200 乘2 变400 400 听好 都没有省到 我要省钱 没有省到 可是不要忘记 要给工钱的 OK 要给工钱的 要给 要给 换fuelter 也是要钱的 也是要钱的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要算到这样准的话 我还给你多一个选择是 压工钱要换钱的 就像金卫讲的 不用来卡了 2年都不用买了 然后 4万公里你就省了 那个fuelter 后你才换 其实fuelter 只要是隔住的肮脏 OK 啊 这样子应该明表会讲的 OK ACV30 可以 我找你ACV30 我找Estima OK Estima 肯定是旧款的 是auto ACR50 就是 CVD OK 这个是auto的配套 你要的话 碰薄这个牙油 牙油过后 你们自己撕掉我 OK 要的话 197 打加1 这样子两罐带走 OK 两罐直接带走 然后加进你auto 因为 基本上之前旧款的auto 都是有lipstick的 lipstick自己倒进去就可以了 OK 哪一个lodo 倒进去 然后这个fuelter 就倒进你的patchel 或者lipstick 然后 那个更简单 不可能不会打油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会打油 开油车的人都会打油 除非我的下一代 或者你们的下一代 可能真的不会打油了 因为全部走电车 OK 你们要的话 自己打 OK 197打加1 对 197打加1 明白啊 明白 我在讲什么啊 OK 不明白的话 你可以自己思聊我 OK 或者你想 不好意思问的 OK 因为很多人 我车出我这个问题 又很长篇大论的话 你直接 撕了我 不要message我 直接whatsapp我 因为whatsapp我才会立刻马上看 而且立刻马上看 是看打字的先 不要语音 不要语音那个 一分钟啦 一分钟语音 我听完了 那是五条又来了 我要听五六分钟啊 真的晕掉啊 你简短就好 基本上你跟我讲你什么车 有问题 牙箱问题 不用你讲啊 不用你讲 你讲你是什么车型 有问题 在牙箱啊 比如说牙箱或者engine啊 你讲你有问题吧 在牙箱 我基本上不用你 你打字可能比我还慢 我直接跟你讲 你车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冷车不走啊 是不是有冲啊 是不是有slip啊 我都会直接先提前跟你们讲 你的问题再次确认你的问题 是不是跟我讲的问题一样 因为我天天都在修 OK 天天最少礼拜几十封 包括我的代理 我的 因为很多 我说都会跟我拿牙箱 他们都会先给我 只要一讲那车型 讲问题 我就要问他是不是这个问题 是话就是修牙箱 或者是怎样搞 OK 这样子容易一点 John 嗯 Good啦 Thank you你给我的like 顺便给我多一点like 不用钱 爱心也是不用钱 给一点 然后我的直播在这边 因为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 OK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像其他的主播 晚上开 因为我觉得晚上 呃 私人时间 我就不会特地很夜去开直播 OK 然后 我的直播就到这边 或者你们自己私底下想购买其他产品了 或者你直接跟我讲 你不要这样头痛了 因为听我的直播一个小时多 你可能会很晕 这样多产品了 这么多 喂 你自己跟我讲 你是什么车 OK 几年 如果能给我一个车程号码 OK 你接触我啦 OK 我OK的话我就跟你下单 不OK的话 再看什么需要先 什么不需要先 也可以 OK 都可以 可是一定要给我 车的model 几年 或者是给我这个车程号码 OK 这样子大家都简单 OK 这样子我也快一点 我就给你 quotation OK 容易一点 因为基本上 呃 我很久没有直播了 都是那些老客户啊 铁粉啊 都是直接跟我讲 OK我这车 够中了 我要换黑油了 OK我就会 好黑油 我车够中了 我换牙油了 所以我车够一百千了 什么要换 我换牙油 容易一点 这样子大家都简单 也可以 也可以 如果你来我直播 主要我直播 还是在 教育方面 让大家明白 OK 你有信心了 你明白了 你才买 OK 你才买 不要真的不要写 网上的消费者 跟风买 OK 或者买到那产品 是有后遗症的 一切都太迟了 老板娘 最后冰剂了没有 帮我冰剂一下 最后一个 OK啊 然后我就到这一边 到这一边 然后你们有什么想 问的 比如说你的车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看到很多 就想 基本上来到 就算拿别辆车来 因为我说 其实现在 carbon 要怎样搞啊 因为很多人 不懂 要怎样解决 OK 然后我都会给你一个advice 没有问题 我会whatsapp你 OK 然后我的直播 就到这边 Thank you OK 拜拜